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这个话题仍然是一个见识性的体验内容 目标是全民养老 换种角度说,就是现在一张白纸该如何实现全民养老 它意义在于对现有养老机制的是一个补充或者是建议 老胡的出发点仍然是认为养老这个事情不同于别的 只要是自己的国民,只要出现老无所养 国家和社会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能让老百姓饿死的 更不能让老百姓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还不能养老 这个观点有点像我对教育的看法一样 认为我们不应该拿教育去赚钱 一旦这个方向错了,各种路上的泥坑就多了 最后是栽了跟头又赔时间 养老也是同理,前面就讲过这类观点 养老就是人老了,失去劳动能力了 这个事情本身就属于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 如果我们还要用一贯的思维定式去想这个事情 就会认为它不是社会责任,而是个人责任 例如会说,谁叫你年轻时候怎么怎么 谁叫你早步怎么怎么 谁叫你不这不那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思维定式 就好比说你家父母老了,没有一丁点存款 也没有劳动能力了 你作为儿女,如果你也是自身难保的话 那情况不允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腰缠万贯,日进抖金 在面对自己父母的养老问题 你是毫不犹豫的去解决呢 还是要给父母算笔账 以他们以前的行为来给今天顶个位 如果他们以前不努力,不存钱,不作为 就认为他们今天不应该再享受养老待遇 就应该马上去死 是这样吗?现实肯定不是 既然有那个能力,不管父母以前是干什么的 这个老还是要去养 那么这是对家庭养老问题的思维定式 现在把它移到社会问题 为什么就不那样了呢? 为什么就要讲一大堆的养老条件呢? 认为只有老人达到什么什么条件 才有资格实现养老 否则只有资格去死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思维定式改变一下 值得思考 那么老胡提出这个设想 也不是瞎胡想 如果放在几十年前 就如同一个自身难保的儿子 面对父母养老一样 也无能为力 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 经济的提升 如果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实际上是成熟的 我们得承认 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千差万别的不同 这导致不同的环境 结果不同 相同的环境 结果也不尽相同 除此之外 每个人的心理状况 个人追求和个性偏好 都是不同的 根本不存在那种 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 怎么怎么的 既然我们总是要说面对现实 那现实就是 不可能人人都像同一个人那样去行动 这个思维用到养老问题上 就是我们的社会应该给那些失去劳动能力 又不能自己养老的人 给予基本的养老待遇 让他们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而无论他们过去是好人还是坏人 既然老了 既然都不能自己养自己了 那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 剩下的就是社会的事情了 而刚才说的那个思维 就是面对有人会说 如果那样的话 人人都不努力不奋斗了 人人都会坐等国家和社会去养老 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 工作谁去做 我只能说 你说的那个如果根本不存在 就算你给我购买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付款的待遇 我也会找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而不会选择那种失去趣味性的生活 这个社会有人就是赚钱能力强 有人就是喜欢以赚钱为乐趣 有人就是做尽努力 所做之事都是不平凡的 但就是不来钱 不来钱就无法达到养老条件 难道这些人也不会享受社会养老吗 能赚钱的人 他们自己就能实现自我养老 还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等理财产品 不但会养老 还会让鸡下蛋 让蛋伏鸡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大多数人还需要先前的工作换取劳动收入 然后再换取养老资格 问题是即使这样 仍旧有很多人无法满足养老条件 而老无所养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社会养老机制 就应该以多数平民为基础 从底部起底式的建立养老机制 而现在是反的 是从顶部往下盖帽子的机制 顶部的人自然很容易满足养老条件 中部的人也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满足 而底部的人却在为这个基本生存问题挣扎 而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发达与文明正好是两个端头 发达体现的是最高端的科技水平 而文明体现的则是最低端的民生状况 我大致把社会分为三类人群 第一类人群就是有钱人 他们对社会资源的享有程度 往往也是最高的 也不存在养老问题 这类人群我估计占比百分之五 第二类人群就是有完善的善后服务的人群 这类人群主要是拥有稳定的工作 享有能够保障未来养老需要的福利待遇 大概占比百分之四十五 第三类人群就是除掉前面两个之外的所有人群 这个人群相当一部分人有工作 但没有完善的养老福利待遇 还有一部分人是自由职业者 他们同样没有完善的养老福利 还有就是农民 农民的身份在今天也是五花八门的 干什么的都有 如果他们当中是有钱的人 那就属于老胡分类的第一类 如果他们也进入了很好的工作岗位 有完善的养老福利 那他就是第二类人群 总之这第三类人群 共同点就是缺少完善的养老福利 完善的养老福利 完善不等于没有 现在第三类人群普遍都有养老金 却都不够完善 所以这里的完善可以理解为 能够养老的养老金 不像老农民也算是有 一百多块够吗 完善吗 也有自由职业者自己缴纳 领取一千的两千的都有 问题是有可是够用吗 能养老吗 这个标准我们也不用太模糊不清 够不够用能不能养老 就是按照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的 也是一个基本数字 就看能不能达到这个基本数字 例如在当前一线城市 拿西安为例 基本养老金拿不到两千五的 这个养老就算不上是过关的 而关中一带的农村农民 一个月拿不到一千五百元 这个养老也算是过不了关的 老福的建议思路是 从底部需求为出发点 逆向向上推 以第三类人群占比百分之五十 往上摊派 以五十养五十实现其底式的养老福利体系建设 而具体的每个人都是需要缴纳社会养老税 这个养老税是以个人收入为标准的 换句话说 这个社会养老税是高收入高缴税 低收入低缴税 可以通过比如阶梯式的税率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样对每个人来说 具体缴纳的税额都是动态的 当你收入达到哪个阶梯 就按照哪个阶梯的征税率去征税 收入要高税率要高 这样一来 所有人只要有劳动收入 都需要缴纳社会养老税 结果是所有人都能 这样一来 所有人只要有劳动收入 都需要缴纳社会养老税 结果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完善的养老待遇 与现在的比较差别在哪里 拿农民权利为例 农民现在低收入人群 缴纳年限按最少15年 按最低缴纳标准一年200人 这个结果是养不了老的 将来领取的养老金不够买菜的 等于是实行了养老 却没有解决问题 你让他多交些年限 每年再多交些钱 这就是下扯淡 如果收入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那还有养老问题吗 前面说了 社会养老就是要体现在底层 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如何去实现 那才叫社会养老 否则个人负责 自生自灭 那不叫社会养老 我们再看 有钱人也就是第一类人 他有钱 但是为了保值增值 他也会缴纳社保 可是他缴纳的多呀 将来他也得到的多 多到都用不完 从这个缴纳与领取的比例看 我们可以理解为 那些有钱人 不但没有向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反而是更多的从社会资源里拿走的更多 这个难理解吗 难的话我举个例子 一个穷人只交了一百人 按照十倍比例 他只能领取一千元 但是这个一千元不够养老 不够就不够 也没人理你 谁叫你交不够呢 另外一个富人 他缴纳一万元 同样按照十倍比例 他领取了十万 养老用不完 用不完就用不完 人家脑子烧了 也不会到穷人这里 你看穷人只多拿走九百人 而富人却多拿走了九万元 富人本已经可以自己养老了 可是他却还要从社会资源中 多拿走一部分 这种机制看似合理 多角多得嘛 但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剥削 他剥削的是社会总资源 那么按照老户这个思路呢 一个非常大的前提是 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将来是没有问题的 不说多奢侈 起码够基本生活用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 这个劳动所得的社会养老税 是不存在心理障碍的 况且对低收入人权而言 这个税率也低 不会因为缴纳这个税就影响了生存 而富人呢 收入高就税率高 交得多 他将来的养老 除了按照当地这个养老标准 一视同仁的领取这个养老金以外 他个人的财产 就是与其他人养老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 社会标准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个人的财产部分 这就允许了他们有更好的养老生活 有人说那就是交得少的和交得多的 很有可能将来领取的都是一样的 答案是是的 有人问那穷人都是高兴了 那富人愿意吗 答案是 这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事情了 而是社会既然给了他们更多的资源享用 他们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再说按照税率比例缴纳的税款 并不影响他们赚取财富的积极性 例如你赚一万就拿一千出来 还剩九千 可是你赚一百万拿十万出来 还有九十万 怎么会影响积极性呢 按照老户的思路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社会养老这个资金池里 最大程度的进来更多的钱 而出去的时候是有尺度标准的 这样才能让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群 真正的纳入到社会养老福利当中 实现全民养老